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的最新數據顯示 2月份雞蛋價格還給1月上漲了8.4% 日打雞蛋的平均價格接近3元 專家指出,復活之前對雞蛋的高需求可能會影響價格 但雞蛋供應有限也受到持續的禽流感疫情影響 去年,禽流感導致雞蛋價格創紀錄上漲 雞蛋價格在去年1月達到頂峰的4.82元 雖然之後價格有所下降 但自去年11月確認產蛋雞感染禽流感後 近幾個月價格再次上漲 縱管農業部預測今年雞蛋價格將下降2.8% 但亦指出零售雞蛋價格的波動性很大 農業部還表示,今年大多數食品類別的價格變動 預計將低於近20年的歷史平均水平 Tinawa記者編輯報導